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的一生会听见上万种声音 在一个听不见的世界里 爱需要多大声 声音是有形状的 分贝砌成了一扇扇门 刺耳的断线 空旷的失联 寂寞的格局 当静谧不止用来形容美好 当世界变成只剩自己的孤岛 当普通已经是追逐的目标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 是同根生长的树枝 却无法在风中相依 声音也是有颜色的 红与黑 黄与白 球拍在手中翻转 起落 球在台面上的雀跃 腾挪 其实她从未听过乒乓球真正的声音 正如她从未告诉过别人 听不见对比赛意味着什么 黑白情剑上的每一次跃动 是对妈妈最平凡期待的回应 是她不确定的局促和小心 是不敢 不敢去追一个触不到的梦 夕阳是退了色的嗡鸣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 离家远行的不再是她 那曾经连接富与子的弦音 如暮色沉去 只能化作指尖的记忆 她们看到的远比她们听到的更鲜艳 正如她们心底的声音 期待爱的声音 其实声音更是有温度的 第一次她听见炽热的回应 和热情的欢呼 关于一场梦的收获 我一直在努力学 算好地成为一个普通人 从无声中轻轻走出 天空的红艳温暖的春天 她听到了北方的草原 我开始学了唱歌之后 就会登上许多舞台 在小镇的晨光下跨越四十年 她再一次听清三弦琴的波动 那是父子间的思念 不要躲 躲躲 躲躲 同根生长的枝鸭和我们本没有不同 干预是对声音的修补 相依让爱不再陌路 让我们把爱放大 把声音放小 让我们把爱放大 她可以很小也可以很大 她就在我们心里 扬扬银耳尽是天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